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474集 他计算时间 自己应该是比秦晨还要更早进入天界的 并且一进入天界之后 他就直接加入到了圣主势力广汉宫 并且成为了广汉宫主 圣主大人的侵传弟子 在摇池进行修炼 修为突飞猛进 的确 公论修为 他甚至还要在秦晨之上 但是比起实力 他和秦晨却是简直差了十万八千里 一个在天 一个在地 我天生灵体 是盖世人物 可这秦晨 这家伙 在天舞大陆就强悍无比 掀起了整个大陆风云 甚至敢和飘渺宫一模足作对 最终颠覆了大陆统治 想不到来到天界之后 也如此强悍 慕容兵云震惊地看着秦晨 内心之中涌现各种不同的思维 他都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 从经历的诸多事情上来看 他应该是要仇视秦晨的 将其视为仇敌 可是 在内心的深处 他又被秦晨的姿态所吸引 所震撼 甚至回想起了 摇池圣地中发生的事情 他被秦晨抱住的那一刻 心中不再涌现出来愤怒 反而是涌现出了一种异象的情愫 嘿 慕容兵云 你在犯戒吗 这人毁掉你的生活 你怎么能有这种感觉 慕容兵云恼羞成怒 怒骂自己 此时此刻 天空上反而安静了下来 人王府 血阳府 天山府 许多圣子圣女都围绕着血神圣子 死死地看着秦晨一言不发 却是又不能够逃走 因为所有的空间都被秦晨封锁 强大的力量到处翻滚 处处都显现出了阵道的气息 那些三大势力之前布置的阵法地方 全部都已经破坏 但是 却升腾起了另一种阵道气息 封锁住了虚空 是秦晨暗中布置的手段 不给任何人逃走的机会 血神圣子脸色凝重 他不是不可以冲破秦晨的封锁 但是在冲破封锁的时候 秦晨动手他肯定是抵挡不住的 更何况 在场还有周武圣 魏司卿等高手盯着他 他也不能够抛弃自己的势力 全部圣子圣女 独自一人逃生 秦晨 你到底什么来历 说出来 我们血神圣子 和你未必没有合作的可能 你是广汉府天公座的人 而不是广汉宫的弟子 其实你们听工作 是天界一个单独势力 其实我们之间没什么深仇大恨 这一次天界试炼 我们知道很多消息 其实我们可以连起手来 进入试炼之地的深处 一同猎杀其他欲的高手 甚至魔族妖族的强者 以你的实力 和神兆圣子大人 还有我们联手 一定可以获得更多的好处 血神圣子 目光一转 连连说道 见识到了秦晨真正的实力之后 他现在转变了策略 目光一转之间 便显现得无比的诚恳 动之以轻 小之一力 秦晨 你想想看 我们合作 能形成多么强大的力量 整个试炼之地 我们都可以横扫啊 到时候得到了宝物 不比你带着广汉府的人 多得多 反之 如果你非要杀了我们 血阳府的人 等天剑失恋结束了 被血阳府 人王府 天山府的人知道之后 肯定不会饶了你的 你以后 绝对没有安稳之日 黄寒宫也不会因为你 而得罪几大顶级势力吧 血神圣子 死死地盯着秦晨的 魏司清藤人 不游得脸色一变 纷纷看向了秦晨 如果秦晨答应了 血神圣子的要求 那他们广汉宫的人 就危险了 秦晨 魏司清 忍不住他 秦晨不动声色 只是冷冷地看着 血神圣子 失笑的 哦 现在 开始拉拢本少了 而且 还以你们几大势力 来威胁本少 我可记得 天界试炼中 一切都没有规矩 死了也就死了 任何势力出去之后 都不得追究了 而且 你之前不是称呼 本少为蝼蚁吗 来势汹汹的 还要将我们全部杀光 现在 这算什么 开始求饶了 不过呢 本少也不是好杀之人 这样吧 你真想和本少好好交流的话 那就 先将那天山府的人 全部杀了 然后 再和本少谈呢 秦晨冷冷说道 天山府 铜虎 毕曼当人 脸色顿时变 血神圣子大人 你可别被那秦晨 给忽悠了 他这是 想让我们自相残杀呀 铜虎 惊恐地喊了起来 血神圣子 脸色难看的 扫了一眼铜虎 说实话 他现在心中恨不得 亲手宰了铜虎 但是 他却知道 这种时候 绝对不能乱 秦晨 你这样是不是 太强人所难了 万一 你是在 匡骗我们 等我斩杀了 天山府的人之后 你又不认账了 我岂不是 自断一臂 血神圣子 冷冷的 你觉得 你现在有和本少 讨价还价的余地吗 秦晨 豪整以下 目光中绽放着寒芒 本少时间有限 你动不动手 不动手就赶紧自裁 不然本少就亲自动手了 秦晨挑弄的指甲 悠悠然的道 血神圣子大人 别上了 他在当啊 此人在拖延时间 猎化 这个 人王圣子大人啊 他现在抽不出手 来对付我们 我们完全可以 立刻就走啊 遵照神兆圣子大人 就可以决定反击 将其击杀 一个人王府的弟子 似乎是看出了什么 咆哮起来 走 血神圣子 似乎是被惊醒了 忽然 双手打出了道道杀招 向着秦晨涌得过来 身体却是急速地后退 撞击在了秦晨的空间 封印和阵光之上 轰隆一声 那阵光颤抖 一下子 竟然是被他 撞出了一个窝口 走走走走 童虎也大吼起来 带着天山府的人就后撤 哪里走 这个时候 周武圣和魏思卿 总算是警觉了 出手极快 轰隆一声 两人化作了两道流光 就拦住了血神圣子和通虎 周武圣 魏思卿 你们敢拦我 血神圣子和通虎 在这个时候 做困兽之斗 怒吼连连 杀招连处 要将两个人击退 冲出包围圈 三大势力的所有高手 都一起出手 围攻两人 当下之间 剑气纵横 神通弥漫 光芒四射 条条的大道规则 都向外扩张着 一个又一个神通 纹路开始出现 都是这些圣子 打出了绝世神通 拼命之间 成了亡命之徒 一起出手 阻止他们逃窝 徐悟等人 也是飞了起来 加入战场 务必要把这些圣子 留在这里 无王立正 就在这个时候 秦辰一声长笑 把所有的圣音 都掩盖了下去 他发出了强横的意念 横扫荡场 真的以为 我在拖延时间 猎化 人亡圣子 一个个愚昧无知 本少无敌之子 哪里需要用 这样的阴谋诡计 想要击杀你们 不过是一念之间的事 他的身体冲天而起 居高临下 双手结印 无穷的荒谷气息 萦绕而出 暗中酝酿出了 时间规则 他决定 暗中催动时间规则 施产出绝杀一击 在瞬间 把血神圣子 铜虎等人 全部斩杀 不给他们逃脱的机会 时间规则 影响时空 一念之间 血神圣子等人 根本是抵挡不住的 是秦晨的必杀绝技 他要一击之下 就将对方给斩杀 不给对方拼命的机会 要不然的话 那血神圣子 还真的有可能跑掉 此人是远古血神转世 手中肯定 还有逆天的拼死手的 只不过 暂时没有施展出来而已 就在他提升战力 要骤然爆发 来一个彻底了断的时候 突然 一股危险的感觉 从心灵之中传递了出来 立刻他就抬头 看向了天上 那极高的天际之上 天穹都似乎是被冲破了 一面巨大的古镜 浮现在了天际 通体绽放可怕的神威 当头降落下来 这面古镜 巨大无比 足足有方圆数十里 古镜的边缘 钻刻着无数复杂的纹路 闪烁着令人心计的气息 而那古镜之中 万物流转 呈现出了远古时代的辉煌容光 许许多多的生灵 在跪伏着 在祈祷着 一种神秘莫测的诡异力量 从那古镜之中绽放了出来 古镜一降落 还直到头顶 秦晨体内的力量就开始凝固 整个人仿佛被一股莫测的力量给笼罩住 要如那古镜中无数乞讨的人一样 跪伏下来 融入到古镜之中 为古镜增添力量 秦晨的脑海中发出了无尽危险的气息 这古镜的力量十分的奇特 根本不伤害肉身 而是从一种十分奇特的角度 对秦晨的肉身灵魂都进行毁灭 是一种特殊的诡异力量 仿佛不似人族人 这是 这是神赵镜 神赵教的远古之宝 镇教之宝 是圣主宝物 传闻远古的时候 神赵镜遗失在了天界的试炼之地 想不到出现在了这里 这神赵镜中 月还神赵之力 能容下万物 这 收集信仰之力 是神赵圣子 他找到了自己远古遗留传承 来解决我们了 血神圣子看到了这古镜 大火起来 魂神激动得颤倒 眼泪都快出来了 神赵镜 圣主之宝 秦晨心中警惕 他也感受到了这古镜的可怕 竟然是能直接攻击到自己的灵魂和肉身 一个不小心 自己真有可能会受伤 不过 他也感觉到了这古镜的威力 并没有发挥出来 似乎只是一件残破的生活 失去了其中灵魂之意 威力不足全盛时期的千分之一 不过 秦晨也不敢大意 那种危险的感觉让他浑身一个激励 早就凝聚而出的时间规则 瞬息之间就隔空打了过去 他这一下反应极快 将时间规则融入到了起源神通之中 顿时 虚空仿佛都静止了一下 那古镜绽放的神秘力量 在瞬间就突然一哭 下一刻 约翰这秦晨可怕力量的起源神通 骤然轰在了那古镜之上 红龙一声 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当下传递出来 虚空在这一下都处在了一种几乎是停顿的状态 毁灭的气息来临了 那古镜遭遇到了秦晨的打击 里面传出来了深沉 来自远古空洞的声音 被打得一下子飞了起来 巨大骨镜在天空中倒飞 其中无数人祈祷的声音 不断地传递而出 而秦晨也被以连震得后退了几个 自身体内无数的天圣规则都一下子震裂了 出现了裂纹 使得它不得不运转神通 再次地凝裂 大量的天地盛气被消耗着 这是 这是神兆性本体 远古时代圣主圣宝 周武圣和魏司卿等人 震撼地抬头看向了天空 一个激励 全身冷汗都差点出来 瞬息都是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 秦晨速退 那神兆圣子 竟然找到了自己当年的传承所在 找到了神兆教遗失多年的质宝 我们没希望了 速速后退 免得吃亏啊 但是 他的话音刚刚落下 就看到了秦晨和古静 碰撞在了一起 爆发出巨大的毁灭一般的光芒 居然把那古静给震开了 众人的表情瞬间就凝固 什么 神兆境 这圣主至宝 居然被秦晨轰开了 怎么可能 虽然这神兆境 遗留在试炼之地无数年 其中力量 已经彻底消散 死气沉沉 只剩下外壳 不能算是完整的圣主至宝 但也是威力无与伦比 能轻易镇杀霸主 怎么可能被秦晨一级哄改 周武圣 魏司卿 眼珠子都瞪得滚云 处于了一种呆滞的状态 走 神兆圣子兄 感觉到了我们的危险 终于出手了 血神圣子 看见了古静出现 立刻大喜不望 真要准备施展出逆天守的 暗算秦晨 但是 看见秦晨一级之间 居然把古静都给哄开了 他吓得差点尿了裤子 老天 这是人吗 这已经不是人了 是魔鬼 是变态 是妖孽